麻烦了 对 要说你为什么 要看清楚 干嘛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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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弦了 对吧都没有动 要讲什么话 他怎么配音的 又一二三四五了吗 对 我教的就很难 我觉得很难改 我们来听听看 陈楚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朋友怎么说他 刚才我说了一些八卦的 非我所愿的 一些你说的 对你不利的 不谈的 不非事实的 我们看完 你再来跟我说一名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段 陈楚河系的词外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陈楚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朋友怎么说他 刚才我说了一些八卦的 非我所愿的 一些你说的 对你不利的 不谈的 不非事实的 我们看完 你再来跟我说一名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段 第一眼的印象就是 他是个 很像漫画中的人物 然后脾气很不好 然后他的头发 永远都会震到这边 都看不到他这边的眼睛 都不知道他到底在看哪里 然后他也不笑 然后也不会跟你打招呼 就是一个很 看起来很损的人 我第一次看到他成年的状况 是在马路上 很惊讶的看到 一对军男女走过来 他走到我旁边 他叫了一声吴叔叔 又撒住了 因为我们隔了很多年没见 他没想到他长得那么大 长得那么快 你那时候再读大学了 我看了也有心里想说 哇 这个我们 整体里有一个儿子 长的条件是这么 在演艺界里头 一定是可以发展 他是一个很善良 然后孩子气 然后也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很认真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 非常非常认真 做什么的求好心结 跟他爸爸完全是一个 完美主义者 其实在工作上面 他是一个非常高的人 什么事情都想 做到最好的地步 当一个人求好的时候 你就会让别人 感觉好像有距离 他很洁癖 他有一点洁癖 他跟他爸爸的心 很爱干净 我现在喜欢看那种 文学的那种 还有什么空次的 还有什么东西 他的国学基础 非常非常的无力 他是他这个爷爷 跟了爷爷生活 他爸爸 从他爸爸开始 到他爷爷 都是在国学基础上面 非常非常的基础 非常的 他很喜欢看书 很喜欢看电影 跟他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 两位 吴叔叔说话的 他一位是谁 是雅玲 就是林雅玲 所以 他们算半个自己人 算 但我现在发现 我跟你雅玲 真的 你还原我跟你 真的蛮不熟 他也跟你不熟 是吧 你的难搞 是因为你求好心切 于是乎 让别人觉得有距离 难搞 你要不要这样解释一下 是这样说的吗 是吴叔叔叔说 这么说的吗 他 他绝对算是一个 蛮不熟的 对 因为他除了是长辈的话 前辈 长辈 还是一个亲人 在工作上也是伙伴 对 所以他 各方面来说 我们都经常 什么都聊 对 那 我觉得 这样说好像我们三个人 其实我想我们三个人 都是比较直率的人 对 是比较好爽的 对 那如果以酒来说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我像威士忌 对 他 他就像巴卡 他这样 对 他像巴卡 他很喜欢喝巴卡 他蛮像 Takira 你像XO 对 那 那我还是有点点韵味的 很不错 那 我喜欢Takira Takira我也蛮喜欢 来的快去的快嘛 对 对 上来就舞杯 当当当 对 舒服了 但是要是 还是要适时的去对一些冰块 对 看每个 看每个人状况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误会了 因为我 听到威士忌就觉得说很烈 嗯 其实你要品尝我 慢慢的适应 你就知道 其实我是很温和的 不会让你明天早上头疼的 可是你知道很多人头疼啊 嗯 是吧 我让你头疼吗 大妈说 他真的 他就是有时候 你自己说你拍戏 我们要摆臭脸 我跟你说 只要天气太冷 那是不是前天晚上 我们吵架好不好 谁吵架 就是有时候去现场啊 然后就是那边很冷嘛 然后可能有时候 工作人员可能动作稍微 比较慢一点 或是怎样会让我们 就是等比较久 他就会摆臭 然后现在摆臭脸是 现场都没有人敢讲话 然后 可能有时候演戏 然后我就会紧张 然后可能有时候你知道 因为古装 然后动作就要 慢慢然后衣服很多件 可能坐一个椅子 就是我光拨我那个衣服 要好顺利的坐到椅子上 我可能就要试个超脱 因为每次一天都很勾到 然后我就可能动作就变得很慢 然后坐下来什么 然后慢慢讲 他就会说 然后咖啡就说 你可以快 你自己说你有没有 然后我就吓死了 我想说好好够一够一够一够 然后就拐他勾不勾就 就乱们迅速演完 说说 你真的摆臭脸了吗 我我我我 你成衣还我 有好不好 你拖你 我解到五哥换我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 我 好是 你这样我真的会接不下去 你知道吗 你真的有叫我快点 你知道你有没有叫我快点 会啊我会啊 你刚刚不是说吗 我们三人都是直爽的 我们就直来直往 反正你就尽快说 我这个做叔叔的呢 我帮你演示一下 我要退出 我真的 我真的 我我话还没说完呢 有少爷味的呢 天生也就尊贵 所以阁下你就演的第一男主角 你看 转得怎么样 蛮好的 少爷 我这样真的很难接 好啦 我帮我看一下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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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去现场白臭脸 那是因为我们两个吵架啊 你们两个为什么前一天晚上吵架 你们讲私下吵什么架呢 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都很直接吧 下了工不回家 两个还在一块然后吵架 这有事的 这有戏的 来来来 来来 八卦不过如此 来来说说 哪是吵架 那不然是什么 我怎么可能拍戏的时候 不耐烦 对啊 怎么可能 不合不合 不合是真的 他拍戏的时候 不耐烦 他不会不耐烦 但是 我们都还蛮 对 但我们会有一些 感觉会自己下小讨论一下 那比如说可能有时候 小孩 因为这戏里面有小孩嘛 那那个小孩要哄啊 那有时候又会吵 一定要带到他 对 那可能就会 比较久 对啊 那比如说 我就会觉得说 小孩子 因为旁边妈妈都在哭嘛 已经一直在哭了 那我们在拍的地方 很冷很晚 那我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让小孩回家 我们用假的婴儿 我跟他两个做掉就好 像这种 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大家可以快一点 对 但是 一般到现场的话 不可能 就是说拍的话就 不要认真了 所以他妈妈在镜头外面 都舍不得都哭了 会哭 对啊 因为真的很冷 然后小孩子 可能我们那时候还有拍到 爸爸生气 就是 就是要直接把 因为可能一开始 是妈妈把小孩带来拍着 他们可能没有想要拍戏这么辛苦 然后因为那边很冷嘛 那我们可能 不可能小孩一来就拍他 可能导演就还是顺着拍下来 所以有时候他就等很久 然后很冷 然后像我们其实是有车子可以坐的 可是那小孩可能 剧组没有安排给他车子休息 他可能就是在山里面 然后就很冷这样 可是那时候也不过就是二月吗 没有没有 因为那时候已经零 我们拍到湖都节点了 零度 对 那其实我们两个 其实会互相影响情绪 坦白说是会 比如说我可能 有点情绪 他也会不高兴 那他不高兴又会再影响到我 但还不 我觉得还好就是 我们马上就会 自己调整 就会跟导演说 刚刚那个不行 比如说因为可能也很小夫妻嘛 刚刚那个不行 那就要 在一起 好 那你们两个到底合不合吗 里里外外合不合吗 个性啊 这个专业啊 八字合不合啊 八字都没算过 我还是还要吵架 为什么会有人吵架 就有 为稀好 就是 我都不敢讲 哪有我不敢讲 现在我们看到一点气氛怪怪的 大发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 觉得话藏不住的 他居然不敢说了 是你给他的无形压力 还是说他一直误解你 你说话 赵也 也没有了 我觉得其实怎样都好 没关系 你们就 你们两个这样的暧昧 我们这样的暧昧 这不是很暧昧吗 医院也不明白 话也不说半截 难怪包装说你们两个谈恋爱 没有 其实有一次刚好坐飞机滑 就是直飞的就几班了呀 就一起杀星坐同一班飞机滑 他就说我们谈恋爱这样 不是吗 对吧 哪里 他才去没多久 我就听说 跟你闹恋爱了 然后你误解 我有送他礼物 可是我剧组每个人都会送 对 其实有一期拍过都会知道 我每个人都会送 好啦 好像打不出什么东西来 那我这个人 这个做长辈子再挖下去 我也不像 对不对 该写的就剪掉 那前面 大发是什么样的个性 他的朋友对他的认识 是不是很清楚 然后大发再来给我们一个结论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 他看起来其实很年轻很害羞 可是展过三菊花之后 就发现他是个真男人 而且是个男人婆 对啊 他就会马上 那种 他的声音又比较高八度 不来现场前听 有没有 是不是 他的声音都会比较高 然后觉得哇 会 会 感觉会有点 哇 有点呱噪这样子 就感觉哇 好少 有了他在 有了他在的状况下 就感觉整个现场是很活泼 很热闹的 嗯 眼睛很大的一个女孩子 看起来还蛮冷的 蛮酷的 而且一上学久了 就发现 AV是个很三发 很活泼的女生 天气冷他就请客 然后天气冷他也会请客 然后看什么的 有什么状况 或是附近有什么 Starbox之类的咖啡店 他就会想说 大家都很辛苦 然后就会请大家喝一瓶 可是反而都是他 这个女孩子跟别人女孩子 是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一点 就是他对戏 尤其是武打戏 他都很棒感情 他都很深 而且他有一个很擅长 模仿的能力 说常常会模仿很多人这样子 光是模仿的能力 就会助你参加全力 那么多 有一言我否认 是吗 他们是世人不清 说你内向害救我 绝绝不同意 我也觉得一般人 看到我第一眼印象 就觉得很有气质 然后就是很爱念书啊 然后就是 气质 这段戏演的真好 一样眼无辜 漫画中跳出来的女生 很有气质